无良大妈以老卖老,包子只是破了点皮,她便吵吵着不能吃,老板赶紧解释说,包子是刚蒸出来的,拿出来时破了点皮,结果大妈把包子甩在老板脸上,之后还骂骂咧咧,说这包子给狗都不吃,甚至直接坐在地上,引来无数路人围观,纷纷指责老板不道德,既然欺负一个可怜老人,老板却觉得十分委屈,看在老人可怜的份上,才免费给他包子吃,这一给就是一年多,老人一分钱都没给过,怎么就成欺负人了? 老人不分清红皂白拍照发网上,扬言要曝光这家店,老板不想把事情闹大,只能又拿两个包子给他,大妈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突然他觉得后背剧疼,大妈以为出现幻觉转身离开,在回家路上,大妈遇见一辆豪华摩托车,竟然看着不顺眼,直接上手开始推车,车主见状赶紧上前制止,询问大妈为什么推他车 车主非常不理解,马路这么宽,怎么就挡他路了,摩托车摔坏了,修好至少要五千 朋友害怕,大妈碰瓷,赶紧把两人拉开,车主不敢招惹大妈,也只能自认倒霉,这时大妈感到胳膊发凉 回家后,大妈还没消气,踹了两脚面带,抱怨些爱心,每次都给这些破东西 就在这时响起敲门声,大妈打开门一看 房东不耐其烦地解释,当初看你年龄大了可怜,才让你免费住了七年,现在房子要动签,你不能赖着不走啊,大妈又开始耍无赖 说拆迁款至少分他十万,不然就把房子跟他一起拆了 大妈没完没了的,还在骂骂咧咧,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大妈双手动成冰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动成了老冰棍 大妈最终变成一坨冻僵的蛇,你觉得大妈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 当别人无条件帮助你,不仅不知道感恩还得寸进尺,本故事纯属虚构,希望大家做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这个熊孩子兴缺明德,整天想着怎么捣乱,看见一个拾荒老人,立马动起了歪心思 老人辛辛苦苦捡起瓶子,好不容易把瓶子刚装好,熊孩子却邪魅一笑,结果 这操作也太缺德了,随后来到大街上,看见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熊孩子却突然 眼看自己目的得逞,熊孩子哈哈大笑,便大摇大摆地潇洒离开 晚上回家的路上,男孩无聊地踢着瓶子,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刚走到楼下,遇见一个女人在等电梯,男孩却露出得意的微笑 女人走进电梯,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时,男孩故意把电梯门打开 女人看了眼男孩,并没有搭理他,熊孩子却一脸挑衅 男孩再次将电梯打开,女人依旧面无表情 不管熊孩子怎么捣乱,女人就是不发脾气,搞得男孩觉得特没劲 可他依旧不依不饶,还想出更坏的主意 于是突然冲进电梯,把所有楼层都按个遍 即使这样,女人依然没有生气,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男孩眼看目的没有达成 于是按下旁边的电梯准备回家 可就在电梯门打开时,男孩瞬间惊呆了 你们觉得熊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呢? 你见过垃圾人吗?嘴里能不断地吐出垃圾 这诡异的一幕,把小伙给吓坏了 然而下一秒他嘴巴一张,又吐出不要钱的垃圾袋 这也太可怕了,难道是因为他没有保护 就在这时,有人要跳楼 他急忙劝说 随后开心地离开人群,接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男人一阵恶心,竟然从嘴里吐出了垃圾 我的妈呀,男人还以为出现了幻觉 转身刚走,就被气球砸中了脑袋 原来是熊孩子干的,见小孩不断地道歉 男人并没有责备他 可下一秒,咔嚓伸出香港脚 把小男孩绊倒在地,大腿都骨折了 很快男人身体不适,又从樱桃小嘴里 酷痴吐出了更大的垃圾 这么善良的男人,连狗子都看不下去了 对着他喵喵直叫,给男人吓了一大跳 随后,他竟吐出毒包子 扔给了多管闲事的二哈 狗子吃了有毒包子,直接就隔屁了 正当他得意时,突然喉咙发紧 妈妈咪啊,这次竟然吐出了一拉罐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男人回家吃个鸡腿压压惊 可正在看淡淡电影时,接到外卖小哥的电话 当得知外卖要晚到五分钟后 气得他破口大骂,问候了外卖小哥的全家 男人刚挂断电话,就传来了敲门声 他不耐烦地走过去,可透过猫眼 却看见诡异的一幕 外面竟出现另一个自己 我的天啊,吓得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可当他打开门,外面却什么都没有 猛圈的男人赶紧关上门 更诡异的是,这时门外传来奇怪的声音 男人定睛一看 自己正被神秘人死死按在地上 眼看就要隐恨西北 突然门铃响了 外卖员就是黑衣人 男人吓得倒吸一口气 然而他紧握拳头 最终还是打开房门 幸运的事并没有什么危险 可他再次向外看去 黑衣人已经来到他身后 画面一转 当宝洁大姐开门时 男人变成垃圾涌了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男人是可怜还是可恨呢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家长 孩子的玩具车将老人撞倒 还没等老人开口 女人却直接开骂 不听老人解释还说 如此户独自的女人 把老人气得差点犯了心脏病 然而小孩并没有收敛 被撞的男人捡起玩具 想跟熊孩子开个玩笑 结果小孩大喊救命 妈妈赶来又一顿骂 埋怨男人大晴天还打伞 简直装神弄鬼 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面对女人的伶牙俐齿 男人气得脸都绿了 这还不算完 熊孩子又把车开到小伙跟前 小伙瞪他一眼 男孩便把脏水溅到情侣身上 小伙并不想惯着他 于是跟小孩开始互相伤害 熊孩子眼看踩不过赶紧叫人 女人上前劈头盖脸一顿骂 炫耻小伙没有家教 不知道尊老爱又助人为乐 熊孩子更加肆无忌惮 故意撞翻女孩的玻璃球 女孩伤心坏了 路人赶忙过来安慰 可母子不但没有道歉 还埋怨女孩交礼娇气的 男人听完瞬间怒了 怒斥女人蛮横不讲理 坏孩子都是这样交出来的 围观群众也都纷纷指责 面对众人的指责 女人依旧强词夺理 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突然脚踩弹珠掉进水里 一年后等女人爬上岸时 只有儿子独自在等他 女人冲过去想抱儿子 诡异的事却怎么也抱不到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阴阳使者却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你坏事做得太多了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那你们觉得女人是可怜 还是就由自取呢 卡通小人奥利奥 竟然从电视里崩了出来 这什么情况 吓了男人一大跳 然而就在这时 奥利奥 搜得跳到桌子上 酷吃一拳干翻了十斤重的饮料 陈好气坏了 刚想抓住他 他却卖着一点八的小短腿须的跑了 等陈好追来 他竟然拿起坐垫 狠狠地扔在男人脸上 接着一个吐鲁番 干碎了无辜的桌子 男人忍无可忍掏出武器 朝他疯狂射击 奈何小红人十分灵活 全都躲过了子弹 还踢坏了他的电脑 我的妈呀 这个丸棱是来拆家的吗 看着嚣张的小红人 肆意在家搞破坏 一天后 陈好找到棒球棍 却发现小人已经睡着了 男人趁机棒子炖肉 把他砸晕了过去 直接把他卷在被子里 扔进了轰臭的垃圾桶里 然而下一秒 他竟然苏醒跑了出来 快速地躲进房间里 然后绕到男人身后 趁其不被搞起偷袭 男人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一脚把他踢到马路上 突然一辆校车驶来 直接压过小红人 这下BBQ了 再让你出来捣乱 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更多的游戏人物穿越过来 还扔下炸弹 可陈好逃到外面 眼前的一幕把他吓傻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卡通人物能来到现实世界 你最想让谁出现呢 注意看千万别眨眼 这是美国最大的龙卷风 人们见状扔下腿就跑 就连飞机都吓得 咣当掉到地上 然而男人却毫不在意 他认为只是风大了点而已 回家看起了淡淡电影 突然房间断电 男人非常生气 接着打开窗帘发现 可怕的龙卷风越来越近 吓得他连连后退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大地不断颤抖 陈好知道情况不妙 赶紧躲在桌子底下 可怕的是龙卷风扯破房子 直接把恐惧中的陈好 拽进了无尽的深渊里 我的妈呀 陈好瞬间被吓醒 还原来是个梦 此时电视里正在直播这一灾难 男人却根本不相信 他认为是自己看的电影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闺蜜问他还好吗 米国遭遇20级龙卷风的袭击 陈好一连猛圈 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 闺蜜解释不清 让他出去看看 可等他打开房门 发现已经被龙卷风刮到千里之外 男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还好有闺蜜在 他通过现场直播 知道了陈好的位置 只会让他一直往前走 大约5000公里后 就可以返回米国了 然而还没走多远 意外就发生了 看见灾难来临 是选择立马逃命 还是像男猪一样 根本就不当回事呢